好,我們繼續開會 今天各單位的工作檢討 我們今天是從 建立處有沒有新的科長 鄧薛銘,都市計畫科科長 好,請坐 國際發展科,有沒有興趣 公共服務科的新任科長洪國欣 好,請坐 稅務局 跟主席跟各位議員報告 我們有那個新任的會計主任蘇芳寧主任 那是因為去受訊 由我們的這個委育的科研代理 那其實呢,我們五月一號組織編制調整呢 我們原來的法務企劃科科科長 接稅務管理科科科長 那原來的稅務管理科科科長 接服務企劃科科科長 一個鄭村柱科長,一個陳立寫科長 謝謝 好,謝謝 主席處 跟主席跟各位議員報告 我們有新任的統計科科長 吳立平吳科長 好 財政經濟發展處 主席還有各位議員 好,我們財務管理科科科長 曾蘇宇是去年12月到任的 謝謝 好,謝謝各位集出 好,我們今天工作檢討第一個登記發言 是我們03天離演 歡迎時間十分鐘 謝謝 謝謝 大會主席,各位早安 時間過得是非常的快 那 每一次在定期大會之前 都有一個優惠檢討 在政府當中 我們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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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社會經濟市場的障礙 到底在哪裡 我在這裡要請教勤勤的建設局 建設處的處長 早 在中一邊的認識會裡面 有關人民的一個登政案 有說到一個建營土木包工程 在拔到我們管務的一個開口企業 就是要採取消防安全的障礙物 他在登政案裡面說 你是在他所有的企業 政府裡面有承認他的企業是有效的嗎 你認為呢 還是無效 這個客戶是有效還是沒效的 這個客戶因為他是開口企業 是有效還是沒效 看時間點 看時間點 就是第一 出場 你不要用你的專業的提升 在這個大會上 你把這個議員動作大家都不在意 我不會這樣 我不會這樣 一路的企業 最好跟國家簽電的企業 都算有效的企業 但是企業當中 來主席我們請客一下 就建議這個工程 在你的預算法裡面 請問 年度結算是不是要把預算收回還是保留 來你請說 就我們的年度預算呢 如果 他有保留嗎 就這個案子 他有沒有保留 講這個講重點 就這個案子當時是確實是有保留 有保留 經費的部分是有保留 有保留為什麼你把它收回去 說謊 有保留 有保留你為什麼要收回去 我跟您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是開口契約 他在一定期間內是有效的 但是他的契約期限是到12月31號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我們目前當時的這個契約的狀態 那現在錢是給他保留還是收回去 請說 契約有效 不是 說這個 我講 你別說知道嗎 現在是保留還是收回去的 預算 因為我剛才跟您說明過了 經費是保留 但是必須要在 經費還有保留是不是 但是必須要 經費是不是還有保留 你講的喔 但是必須要在 你講的喔 還保留對不對 現在來執行 是不是還保留 回答 確定 是 好 你站著聽齁 有聽到嗎 但是你把這些費用在裡面 工錢已經開了 啊這個啊 主計啦 他說他把你們保留在內 這個不是自相矛盾嗎 我再請問你 在所有任何的公共工程 不管是一般企業或是開口企業 時間到跟政府約定的時間的開工日 如果 情勢轉變 你會做如何處置 來請說 哇 行事轉變的原因是怎樣 嘿 好 那你的動作要什麼動作 擺爛 不管他 你要什麼動作 去探討那一件 齁 如果情勢轉變看 我剛剛跟您也報告 就看情勢轉變的原因怎麼樣 要去客服啊 好 那你有去客服嗎 你有動作嗎 有我有動作 啊我我我我光這個案子 我們跟志工所開了五次會 OK 厭借啦 你跟志工所說沒有啦 那是你們自己之間的彼此的聯繫 有輸入 你不要怪罪到業主啦 來我告訴你 我我沒有關稅業主 我告訴你 是 一 任何企業 急事轉變 你當下馬上要用快個功能 要求廠商 你要說明給他聽 這個企業到目前為止 因為有什麼障礙 因為還有百姓在抗爭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這個企業我們暫時先暫緩 經費是否要保留 找主計 財政 大家集合起來 不要讓業者受苦受難 因為你要了解喔 一個業者要跟你們百姓合的時候 你們有幫拿阿金裡面有規定這麼多喔 時間的工程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你怎麼發錢喔 再來 押金的部分 我們不談 你要知道一個業者要跟你們打企業 他要先去承租或是承攬 某些的工具具要先去承租下來 以因應你們的要求 是不是這樣子 喜啊 那再請問你 為什麼業主他會覺得委屈 因為你不照一個正常程序 你們用呼嚨 因為你們的 為師 我不敢說違法啦 因為你們的為師 讓業者受苦 你們用一個功能簡單說阿 因為花完了 所以沒有辦法繼續 再來執行這個開口期 所以 我們的主計 下了這個舞台 你還要罵他 亂講話 他還要保留 真的要保留嗎 處長 既然要保留 為什麼不試做 對 這個議員阿 你說這個阿 我 這分兩百分啦 這個經費有保留啦 這個100個百分 因為它是開口期間 我就是簽到12月30元 所以 超過30個30個 30個 你這個 11月30個 終止了喔 你在這個時候 你有請求 請請來補開口嗎 有了嗎 因為我們就是 有了沒有啦 說這就有了 重點就出來了吧 沒有就是你們的為師嘛 既然是為師 你起碼要一個道義上的責任 啊 我的作業可能有所舒服 跟公所在 拆除了方面的工程 有所障礙 沒有辦法去 對業者交代的同時 請記得 換一個公文 要求廠商坐下來談 我相信就可以迎刃而解 你讓這些廠商投入投標了之後 他又去面對後面的一些 跟人家打的7A 他沒有辦法去執行 請問 像這樣的損失 可以做什麼樣的理賠 或是補救 7A 7A既然定了 就有相關的義務責任嘛 是 啊在7A裡面就看廠商 啊你認為這家 你們有想要怎麼跟民謀 你就說出來 還是說因為這家 補開工了呢 啊你們裡面做到 做到四個 沒什麼湯頭 你們就不可以開工了 才不會這樣 就不會這樣 真的不會這樣 啊你對業者像這樣 順適 他有很多攻擊機 包括吊車 包括著臂 包括破壞的一些 那些重型的攻擊 他跟人家簽7A的損失 要誰來負責 誰要負責 白爛嘛 算我們要檢討 要檢討什麼 主席紀念 他說有保留 但是我相信 他說不可以了 保留 保留什麼 他真的有保留啊 啊保留你不要做 沒有 我剛才幫你補國 保留 跟要給執行 這兩回事嘛 要給執行 因為他是開口企業 開口企業的時間 就去年 年底而已 那開口企業有報開工 為什麼你不開工 你說一個理由 啊我剛剛去跟議員報告 開工就是 到12月31號之前 都沒有辦法開工嘛 嘿 啊沒有辦法開工是你們的為師啊 欸這個沒有錯 這個是我們的為師 對嘛 阿為師 我不想在這個大會上 講的他呢 對 去把他彌補這個傷痛 齁 他做的好處 你來幫人啦 要做不做 做你自己而已 那個 那個應酷 應酷 來請把那個影片 秀出來一下 主長 你了解這個東西嗎 來那個 那個政管課 柯長 來畫面再來一下 你了解這個什麼所在嗎 力度 力度喔 是 那表示你對經過關情有了解 這裡請問處長 這裡是什麼區域 來科長 你也要來行 這個什麼 知道這個力度 這個什麼區域 好啦沒關係 應該是保護區 是 那請問 保護區 未經申請開發 相關單位的稀殼 可以這樣的試做嗎 可不可以 一定不可以 那你做怎麼處置 這個案子 我之前有了解齁 就是 公水有查報過來 我們現在有通知他齁 就是說 你這個 未經申請建築稀殼 你已經有動工 先請他提 先請他提 先請他停工 請問他停止了嗎 這個是不是科長這邊會比較了解 他停止了嗎 科長 你慢慢說沒關係 跟議員報告 他這個案子 公所他有查 查報上來 然後 有停工嗎 你們有要求他停工 他有沒有停工 欸 公所查報上來之後 105年10月 我們有請他停工 而且請他那個 請他那個 依照 建築法規定 出場 這條有人在關注嗎 沒有 前條當中有監禁在調查嗎 我跟他說有 我沒有了解 我先輕易來說有 保護區 要保護合法 但是你要知道 什麼叫環境永續 我時間休方 我老在說 但是我希望說 你們在這個領域在採取的時候 你們要有所執行 公錢你要拿出來 什麼時候 這個部分 我剛才 時間 時間 他在三個月裡面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裡面 因為 因為 他有他的方式 他有法辦理 他有法去生理 這三個月他沒有辦法 申請 我們就排進去 拆除違章 確定 三個月 三個月 確定要拆除 謝謝請坐 林三天林一眼 如果要再花眼 下半場還可以再登記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接下來 請黃瑞華 黃一眼 行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衛主席 大家早 早 請教建設處 我們處長 處長請教你一下 今天你沒有的台風 也造成我們台東非常巨大的傷害 今天我要跟你探討的就是公路行車的安全的議題 我們台主線也經過了陸名橋 然後 這個 然後 我們也經過了農國賣段 那經過農賣 農國賣段 過季農國賣段 只有零星的這個落石 去年 因為尼泊特台風過境之後 也造成很大的這個傷害 而且 貪婚之路也越來越大 所以很多的民眾 開這段路 也心驚膽跳 而且 台九線必經的路段 我想 也希望說 處長 你要好好向我們公路董吉 多關心一點 目前 我看只有落石 只有清理而已 那麼上邊坡的 這個整治 應該也要加快 來進行 這一段 也蠻危險的 處長 你也常常開這條路 我相信 你應該也有感受到 我請處長說明一下 謝謝黃議員的提醒 大概分兩個部分來談 那個上邊坡的穩定部分 這個我會馬上要求 那個 經費也不多 馬上要求台東公路段去處理 另外再順便報告 那個台九線透寬的部分 現在在那個路民橋 大概是往西30公尺 打隧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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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通道出路 以後 以後大概 以後會這樣做 處長 處長 你打隧道的時間 可能還有 三四年前 三四年後以後的事情 上邊坡那個 那目前就三四年前 三四年 這段期間 也應該要有整治 對 因為這個落石 這個不定時的 比較排雲的 剛開車過 剛開車落下來 我請問 要求得到 可以要求國家賠償嗎 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 比較少都要求得到 是嗎 如果比較少要求 沒有要求 國家賠償的話 我們就去國務賽 是不是這樣 是 會我馬上 拜託處長 你要關心一下 另外 我再請教處長 是 八二級 還有水保局 他們針對 所有的這個 管轄 河川 還有 他們的溪流 都有一套的監測 系統 那他們的土石流 還有防災 這個應變 的系統 都是針對 他們的 風災來臨的時候 還有 溪流的土石流 譴視齁 是 譴視齁 所有的範圍內 那麼進行的監控 這套的系統 是不是 對 跟我們 台東縣政府 的災害應變中心 有連線嗎 台東縣政府 大概是 所有中央到地方 各單位都有 都有進駐 我現在在說 他們這一套的監測 系統 有行人管轄 有 有 台東縣 我的印象 全部 土石流 淺四七流 有170個地方 我們在那個 就是應變中心 成立的時候 所有的 所有的信息 都會 都會在 那個應變中心 這邊有 都有連線 都有 我自己在想 針對 我們台東縣 我們縣內的 這個路段 以及橋樑 我們縣政府 有沒有開發 一套這個監測的系統 我們管轄 這個部分 我們分兩部分來講 一個部分就是 在我們水利的部分 水利的部分 我們有線管河川 線管河川 我們都有 都有那個水位站 我們自己有設水位站 然後在橋樑的部分 我們有定期檢測的機制 這個時候有個想法 我的想法 如果這一套的系統 對於我們 台東縣的這個道路 跟橋樑 有監控的系統 他又可以直接 傳遞到我們 差異應變中心 是不是這樣 然後 民眾 又可以 透過手機 APP的去查詢 是不是很方便 你認為 處長 沒有錯 沒有錯 黃也很先進 目前 都有 就是 目前已經在這樣做了 但是有些還沒有做到 我們繼續來補強 是 這方面 因為科技時代 必須要這樣 因為 省力 而且效率又高 而且 又可以監控到 第一次的 第一線的這個 發生的災況 好 謝謝處長 另外我再請教你 我記得上會期 本期也有跟你探討過 加入溪的這個 上下游吸床 這個土石的這個 激 激很嚴重 激 那已經幾個半年了 好像都沒有看過 有關單位 進行去清書 到底是什麼原因 這個部分加入溪 他是 在那個 就是加入 往東的部分 他是屬於八和集 不管是往東 往西都是 對 他都是屬於八和集的管轄 上一次黃議員 執行過後 我有反應給八和集 但是你站在你的這個立場 你應該有責任 去 積極去反應 這樣才對 到現在都沒有 無動於衷 因為我們議員所提案 所反應的 都不是天馬行空 我想 這一點 你處長 你應該要積極去協調 我也知道說 台東縣的 浮援是這麼大 你們要管的事情 太多了 也太辛苦了 所以這一點 我請處長 務必要 要積極一點 因為台風積極也到了 你應該也知道 現在興起也開始 剩一一點就沒過 那個叫頂的 不過這方面 他已經比旁邊的農地還高了 對 你知道 你都沒有在積極去反應 這方面 還有 另外 我們 台東 有一個路頻專案 對不對 對 路偉鄉 永安村 永樂路 我相信 最近的車流量 流動量蠻大的 這個路況 也不是很好 路況也不是很好 我想如果 有敬畏的話 我們 永安村 這個永樂 那一條 那一條路是屬於縣道還是怎樣 這個 謝謝黃議員的關心 我們會後 安排黃議員 跟路偉相公所 去現場會開一下 不是啦 我問你是不是縣道 在哪一條 在他們這樣 六條有沒有 現在 不是未來 台九線的 議定的路線啊 東三三啊 那一條 幾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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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南那一條 沒有南北 對 那一條 東三三 那個鄉大 那一條路況 沒那麼好 是不是 今天 路面專案 還有經費 希望 我們處理面 給它納入 在內 因為那條路 真的沒那麼好 所以如果有經過 你應該去了解 就我們普通開車一條嗎 蛤 我們普通就要回家 開車一條 現在開始 都聽到 都從那裡經過了 他們經過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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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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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經過 今天 如果經過 稀可的話 也希望把它納入 改善 可以 拜託你 還有 我們中國地區 因為比較窮的鄉鎮 鄉鎮公首 對於 所有這個道路 也滿多需要的改善 坑坑洞洞 有的十幾年都沒有改善 所以在這方面 處長 你也不要一直在重視 室內 起哭 其他的鄉鎮 你應該也要重視 像 池上 關山 海端 路 也 這方面 希望處長 你要多多的這個 關心 有很多的這個路 有十幾年都沒有封城 也沒有改善 都坑坑洞洞 蠻多的這個我們的民眾 也在反應鄉鎮公首 鄉鎮公首 只有收不錢 當然錢不是重要 但是沒有錢 萬萬不能 這個是錢是很重要的 順便跟議員報告 這也就是 除了我們原來編的 那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編的大陸養護的經費 經費以外 我們在去年 向發動基金爭取了 算一億九 今年有 核定九千萬 九千萬 我們就打 打算做 就前線做兩期 九千萬 今年就四千五 做在四期 另外 四千五是做 北南 陸 野 關山 池上 跟海端跟原品 好 那明年也有九千萬 四千五就做東海岸 四千五就做南韋縣 好 謝謝處長 謝謝主席 本席 請到此 謝謝黃瑞華 黃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吳修華 吳議員 行答時間十分鐘 主席 憲埔的各位 議級主管 大家 早安 首先 要請教 這個 國際處 旅處長 處長 今天要跟您探討的問題 就是 現在非常熱門 非常夯的 這個歐拜可的這個 這個問題 那在上一個會期 正好 我在議會就提出來說 我們台東縣 可以來建置這個 就像外縣市這個 微笑單車的這個議題 那當時是 跟官旅處來做了一個探討 那當時官旅處也非常樂觀其成 我覺得應該可以來評估 因為之前往年也評估過 那我也非常高興說 真的有業者看到了這個市場 就在今年就把這個歐拜可 引進這個台東 那而且昨天縣長在這個施政報告上 特別提到了這個議題 他說這個目前的 目前還是免費的做使用 那目前的每天的每一輛車 大概都有五次以上的運轉 我覺得這個相當的不錯 可是我覺得還是做一下市場調查 好了在場大概三十幾位 一二級主管 那個從22號以來 有去騎過這個歐拜可 可以舉手一下 讓我大概了解一下 有人去騎過嗎 不到一半 一二三四五六 這邊 七 才七個人去騎過這個歐拜可 那個縣長帶頭去騎 與處長帶頭去騎 我們那個縣政府的同仁 好像似乎不太買單 不太捧場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的腳踏車比較好 原來你們的腳踏車都比較高級 所以說這個推廣起來 處長你覺得呢 其實我們有做一個簡單的民調 大概百分之九十幾%的民眾 都覺得這是整個提升台東在國際化上面的能量 所以大家都樂觀其成 大部分都是給予肯定 都肯定 願意支持 對 那就是從22號到今天是5月11號 大概也將近20天的時間了 那可是我們知道使用率 雖然縣府的主管不太捧場 可是我知道民間普遍的使用率是非常的高 很受到民眾的歡迎 那但是這20天以來 目前呢也衍生出了非常多的問題 我想處長應該知道了 就是我們看到就是有一些車子 就隨意任意被停放在 停車格被停放在可能路邊 隨意丟棄停在人行道上 甚至聽說還有這個民眾把車子騎回家 像我們住在那個火車站那邊 就是住宅區的地方 也都有看到這個零零散散的停車的問題 另外還聽說就是有一些餐廳的門口 也有擺放就是O-bike 讓一些喝過酒的民眾他們可以騎回家 然後這個我有聽說一些朋友在講 所以說變成說一個他其實本意非常的良好 利益良善就是可以隨借隨還嗎 到處都可以停 但是呢其實他後續衍生的一些問題 像管理上的問題 有很多車子是現在才20天已經傷痕累累 我們可以看到有那個什麼擋泥板啊很髒啊 還有那個置物欄壞掉的 各種狀況我想處長你們科室應該有去現場 去到處去巡一下 就是各式各樣的狀況都有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缺乏管理的一個狀態 這個他所衍生的問題 像是氣質啊阻礙交通等等 這是等於是全民的問題 全民要來買單 所以說在業者賺錢的這個狀況下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縣政府 是不是應該要來做一個適當的一個規範 跟業者來談 這是目前的我認為的狀況 那處長我問一下啦 現在目前的單車的數量大概有多少台 那預計未來業者是想要引進多少台 那您覺得這個市場的需求 是不是有這麼大 可以一眼報告一下 目前在台東市區大概400台 總共400台 總共是台東市嗎 還是包含鄉下16 主要是台東市 主要是台東市 那鄉下已經有放置了嗎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那如果有人騎到鄉下 我們也沒有辦法 也算是嘛 對 也算是 所以目前總共400台 那我們期望業者本身 他是在經過市程之後 才以他的大數據來做一個統計 因為我們也不想很快的他就佈建到 他期望的目標大概1500到2000台左右 所以我們期望他是漸進式的 需要的那個量他才佈建 那同時我要跟議員報告說 因為我們 政府在這個立場上面 我們是基於輔導 我們並沒有任何的 付出任何的經費 經費 因為所有的經費 建制 跟管理全部是成商 事情來負責 政府並沒有出任何半毛錢 但是我們 期望在合作的基礎之下 我們希望他能夠帶給台東 在國際化的能見度 同時因為他是一個 國際化的一個公司 他在不同的國家都會建制同樣的 這個歐拜可 所以我們也期望透過他們的市場的通路 把台東的能見度能夠帶到不同的 國家去 所以這也是我們期望跟他們達成的目的 但因為現在在試程期間 所以試程之後我們會跟他做一個檢討 試程的時間到什麼時候 到5月14號 就開始要收費了 對 好 那我講到這個收費的問題 就讓我們想到說 因為他現在的騎乘 就是你借車還車 我們全部都是用手機來下載APP 這個程式 然後來借車還車 然後包括我們以後 付款的方式 都是用手機 來做使用 那這個是不是就涉及到有很多的 個資有可能外洩的問題等等 那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這個歐拜可他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相信這個使用率一定會非常的高 等於說業者其實在很快的時間內 我相信一台腳踏車他們這樣子大量採購 一台腳踏車讓你了不起一兩千塊好了 其實很快就可以回本了 照我們這樣子這麼快的 這麼多次的運轉的速度的話 所以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往後會造成說 比如說 變成業者壟斷了這個市場之後 會任意的漲價 或者是就是keygate 就是有可能也會延伸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說 包括各自的問題等等 是不是應該要 應該要讓業者在跟會員之間 有一個非常有這個很完善的這個契約 或者是一個管理的條例等等 再來放行 或者是說同時間 縣政府來制定一個管理的條例 那處長您認為這個部分應該要怎麼樣來做 會比較完善一點 其實目前在他的APP當中 他就跟使用者之間就會有一個 定型化的一個簡單的契約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契約 契約的內容你們都了解嗎 大概就是基本的 其成的必須要遵守的一些原則 安全性的原則 擺放性的原則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在 試成之後我們會再跟業者去做一個探討 那這個部分對於我們的使用者來講 是不是一個公平 長期來看它是不是一個 是一個合理的 那這部分我們會再做 跟他們做進一步的討論 對 因為你還是要保障我們消費者的權益 站在我們縣府的立場 我們雖然不收任何的費用 那就是讓業者來這邊做經營 但是他們可能後續衍生的問題 那包括會員的權益等等 我還是希望處長您 就是要特別重視這個問題 那再請教您 就是業者方面 因為你看這麼多的單車在這裡 有沒有註點的業者 就是說他在我們這邊 他放了這麼多車 他有沒有註點的業者 譬如說他有一個管理的團隊 專門在我們台東縣境內 他可以隨時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他們有人來即時做處理 未來業者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回話 他們的確前置作業 他們並沒有完全做好 所以他們直到前天 直到前天他們的那個在地的 維護的團隊才建制完畢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這一段期間 的確是有一些的 所以現在是空窗 等於他在地沒有人在這裡做管理 那你們聯絡窗口呢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 他在地要有一個團隊 在做一個管理 隨時要去維護 擅置在不同地方的 或者被破壞的腳踏車 都必須要去處理 那這個部分 他昨天已經告訴我們 他們已經建設完 有確定 就是有一個管理的團隊 可以在這邊住就對了 是的 好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有一段時間 可能需要我們縣府 跟這個 業者來做磨合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縣長在推智慧城市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指標 那而且他把這個業務 丟給這個國際發展處 我想也是因為 縣長看到了這個處長 跟這個國際接軌的用心 那畢竟這是國外的業者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處長您能夠再多用心一點 因為現在剛開始二十天而已 那未來我們怎樣 讓這個單獨的市場更完善 還是要拜託這個貴處 盡量來就是加油 好不好 謝謝處長 謝謝 好謝謝吳修華 吳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田師兄 田野行答時間十分鐘 好謝謝主持 我先來請我們的稅務局好不好 田野是嗎 對 局長 在這個經濟這麼壞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支援這個稅金 還蓋起來之後 當我們在座的 有可能 跟那個 我們在座的時間 跟家庭壞 不一樣 不然 不然是說 在這裡買 因為 經濟那些人 在那個 在那個順門 本時也沒有了解說 到底我們這個加稅 有一定的強度 還有一定比例 呃 我們關心的是 我們放屋水的問題嗎 有啊 跟我們現在不正 我們的建立 現在不可以蓋 都可以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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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 那個建中物 才有蓋 那一包空年 五年 七月 七月 他進行 拿到的都沒有蓋 那甚至呢 因為這樣 有蓋 房屋的標準 段階 所以我們絕對 主用主貼 原來是 課稅限制 十萬 不用水 今年 十萬一千 就不用水 所以有錢 兩百幾戶 還因為這樣 不需要蓋房屋水 所以相對來說 除非啦 除非你有新建的建中物 才有增加房屋水 但是一定 一定 一定 是一定的 那個 稅節裡面 加法還是怎樣 這是 這是按照房屋水條的來說 每三年 我們地方 要來賓 我們房屋水 好像是這樣 還要多少 還要多少 像台北就僑太多 我們沒有僑太多 再來的時候 我們每三年僑一件 本來在 財政部列入去說 18.8年之前 要僑到 市價百分之50 但是我們現在僑後 市價百分之二十幾%而已 再來 漸漸我們經濟 現在我們還要生長 不得理啦 其實我們議員在說 在建議就不太好 我們要說 我們普通的佩市 跟電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 叫台東調的 跟其他館車說 我們是相對 比較堅強的 我們不調這麼高 而且我們不算 台南也好 有追溯 15年 我們台東也不做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些 我們現在有一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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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說 以前就是 政府 政府 做水利用的 出生的 出生的 一個 那個 三個肉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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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客人 我們 如果 要 說 叫做水利用的 我 應該這樣說 他的使用分區或是地木 可能是不是農地 但是感覺我... 這個木要取得水利會的一個證明說 我土地管給政府去了 你政府 你應該處理好事 你有等人處理 你決定為什麼要處理 因為這樣把電議員報告 當你沒有移轉的時候 那個名牌的財產 你還是你名牌的 對吧 其實你這個土地 你同意給水利會輸用 可以處理水利會的證明 我們可以認定說 這是現在水利在用地 不是你個人用 因為其實你名牌的財產 你有做權利的主張 你也可以讓他用 你現在給他用 開始是這樣 看你是要過後給水利會 還是去把水利會處理一個證明 我們會叫實質 不需要求你的地價稅 是啦 我是... 我是... 我是感覺... 局長喔... 你來去... 中央區域喔 應該是貴... 改黨的八成是我說過的 喔... 當然政府要要錢 哪裡去春季也有錢 將去春季也有錢 這可能的八成不知道要怎麼死啦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死啦 啊... 所以你要... 如果沒有人家賺錢喔 可以... 給... 這個康年六八成喔 稍微整齣出錢了 啊 他們其實我們的... 我們...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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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財政... 財政單位喔 有時候也沒有碰到生的啦 真的我們的水金喔... 現在賺錢都不知道要去劣賺啦 啊我們的稅金要一直積一直積下去齁 真的不積 真可憐 好啦 那個那個 客廳你這麼多齁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田思雄 田議員 我們我們接下來請林山田議員不在現場 我們我們再輪下一個洪中海洪議員 好 謝謝大會主席 首先請我們建設處長 委員長 處長 我要先講 我剛才這幾天就一定做好說要來質詢這個問題 結果我剛才要出門的時候 請問剛才我要關起來 一個民眾又來講這個問題 是 台東市割舍的問題 噢 粉椒啊 粉椒啊住的問題 噢 我記得的例子好了齁 有一些大樓附近啦齁 還是說這個民眾的居住的環境附近齁 有這個割舍 那就是 放這個粉椒啊可以放到整個 大家安排去 不知道是這些人背後是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啦齁 所以有很多民眾甚至於說他們連署 整棟大樓連署 所以希望這個割舍能夠拆除 噢 進市 他剛才那個民眾在說齁 噢 風化路還沒去啦齁 他們近還沒有接受到戴澳新的汙染 但是目前已經接受到粉椒仔的汙染 噢 哦 噢 到南風的時候 那個礁塞那個米群都對那來 然後那個附近的那個窗戶啦齁 整個都是這個鴿子的毛啊 非常的多齁 所以小孩子也這個過敏啊 哦 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selector 你來看齁 我們台東市有合格的割舍 我了解你不 都是違建 都沒有啦齁 因為我們一般建築物 建...都是... 我們都駛在六個店嘛 都駛在六個店 建築物是工人基礎的 就不可能會引起做割事 這個是普遍... 也謝謝洪議員這樣的提醒 大概這一塊... 這一塊大概是... 比較沒人家說... 我相信這20年 就第一次有議員建議說要處理這件事 我認為也是有需要啦 有需要 因為尤其像現在那個... 鳥類的... 很容易就帶來那個傳染病 對我們那個... 居住環境也都會有影響 我看是不是這樣 就我們來... 我們來會同農業處 因為那些... 鴿子的... 的管理是屬於他們的 我們是... 全部針對市區來清查 啊是不是... 在市區... 就都市計畫區的住宅區的部分 有這樣的... 這樣的我們就先行處理 是 市長我再給你報告一下 這當然... 過期沒人家說 這麼簡單 這就是選票啦 這個拜託... 大部分民眾來拜託說 我去找查到這個報告 可以先不要處理嗎 但是割舍的問題喔 在其他外縣市喔 大部分處理方式 當有人開始反應之後 現在目前的做法就是 急爆急猜啦 那我想我們今天在這邊做一個宣示嘛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來處理割舍的問題 那給大家一段時間啦 你說要簽啦 什麼... 聽說他們在比賽這個... 花多少錢啦 給你一段時間去簽 但是原則上現在就是... 爆了就差 朝這個方向 我相信啦 這個做了會很多人感謝 我們建設處 這個附近的民眾喔 太多人... 我先補充一點喔 是不是我們先針對 都市計畫區域內的部分 我們先處理 如果非都市土地的話 我們就先... OK 我們市區的保護我們先處理 畢竟我們... 我們鄉親都住在... 都住在... 集中... 人口集中的地區啦 如果說在比較增加 他就自己去一坊 那就沒關係啦 在市區裡面... 就是... 都市計畫區的 住...住宅區 商業區 是技術環境的部分 我們先... 先排除... 這個區域內有... 有那個... 割捨的部分 好 謝謝處長喔 處長 還有第二問題來請教你喔 我們的... 幸福住宅的在建... 那個... 在抽籤的部份是 相當於你還是相當於財政處 你來喔 建設處 阿你... 那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喔 目前幸福住宅 就是... 在... 空禄那一台那一台 這個幸福住宅 目前的現況是怎麼樣 目前的... 工程進度 先講工程進度好了 工程進度大概是... 這個月底... 這個月底會發包 這個... 我們那個預算書都簽出來了 這個月底會發包 大概是... 就是下個... 下個月20號左右會... 會動工 公期大概是... 公期大概是... 45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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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原則上就是... 明年底會完工... 這個是工程的部份... 至於抽籤的部份就是... 我們... 本來是登記有... 2,800多個鄉親號... 然後我們... 經過篩選以後有... 850個... 走運... 合格的... 合格就符合... 我們那個... 你說有多少人來抽籤... 850個合格的... 850個合格... 合格... 就符合... 我們... 就是那個... 條件... 對... 條件的... 然後我們當時抽... 就抽300個正旗... 90個背旗... 對... 好... 啊現在這300個背旗... 我們有... 通知他來選屋... 在上個禮拜六... 上個禮拜六... 啊他有... 總共有182個... 來選屋... 變成... 所以我們... 原定有... 100... 300個嘛... 所以還有118個... 我們在21號... 我們通知... 那90個... 再來選... 然後後續的... 我們會通知那個... 就是... 當時沒有抽到這個... 也沒有備取的那些人再來... 再來... 嘿... 處長這個... 這個齁... 有一個... 比較吊詭的數字啦... 一開始聽說是2000... 都是2000多人... 齁... 有興趣... 要來報名... 報名之後... 經過篩選... 剩下850個合格... 這850個裡面... 挑300個... 齁... 來... 這個... 符合... 條件... 可以來... 定期... 抽籤... 哎... 一定... 抽籤... 300個... 可以來... 來... 拚處啦... 結果... 實際來的只有180幾個人... 對... 那你們預留了90個人... 這90個人... 現在還補不了... 這個... 公缺... 一百一十幾個缺嘛... 那... 我... 我聽到是這樣啦... 民眾現在的反應是... 他覺得這個幸福住宅... 一點都不幸福啦... 齁... 原因很簡單... 貸款... 目前可以貸幾千... 這個部份... 這個部份... 因為... 人選還沒出來... 人選還沒出來... 應該說貸款的部分... 現在各銀行都可以貸嘛... 現在人選還沒有出來... 啊... 他選哪一棟房子... 也還沒有出來... 現在出來... 其實是... 貸款的部分是... 他選屋以後... 我們後續... 我們再輔導他... 去跟銀行貸款... 但是... 福建有競爭的人... 嘿... 要去貸款... 對... 貸款... 貸款... 那就你知道... 目前大家可以貸... 大家可以貸幾成... 這個部份是不是請財經署這邊... 這個財經署在協助... 來... 幸福住宅的... 貸款層數還有利益的部分... 是... 我們目前的做法是... 想讓住戶... 他們如果有比較優惠的貸款的部分... 他們可以自行去... 先找銀行... 那沒有的部分... 其實會請住戶... 推出代表來... 由我們來協助他... 找廠商來進行議價... 那我們初步探尋的銀行... 他們大概貸款的層數... 依照每個人的... 信用程度不太一樣啦... 一般會... 正常會落在七成到八成之間... 那他的利率應該會在百分之二以內... 目前的一個現況是這樣... 不過我們希望讓整個機制就是... 讓住戶自己來參與... 那謝政府來... 跟他們來跟... 銀行之間來做一些... 做一個平台的...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以開始著手... 跟銀行談這個部分啦... 現在我聽到的都是六成... 不會啦... 都帶六成... 目前聽到都是六成... 我們... 因為... 幸福住宅... 它最... 就是依照目前的政策... 它最終一定是... 縣政府會來... 要來處理這相關的問題啦... 那我們希望讓住戶來參與... 這一件事情... 比如說... 限制皇要特別為了... 特別為了某一間銀行... 來做某一些事情... 嗯... 所以我們... 希望讓住戶的代表... 一同來參與我們相關的事務... 讓他們知道這個事情... 現在我真的就是... 在為他們來做處理... 那我現在... 假設我房子已經選好了... 房子已經好了... 年後... 要開始準備要辦貸款嘛... 因為你們去房子... 我先繳錢給你們嘛... 我要繳多少... 第一期要先繳多少... 第一期的部份... 的貸款是... 10... 保證金10萬... 蛤? 保證金10萬... 保證金先繳10萬... 對... 我先繳10萬... 建設處... 建設處處理... 那個... 因為那個... 竊合的部分... 我們都希望竊合... 竊合是... 從管政府來說... 跟... 我們鄉親來說... 都公平的啦...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 我們主張就是說... 欸... 我們... 我們... 企業電話... 先讓你看... 你覺得OK... 你來跟我們... 就... 就... 但是... 當時... 你要繳10萬的保證金... 對... 好... 這另外就是... 後續就... 確定了嘛... 確定大概你就是... 後續我們會輔導你... 跟... 銀行去... 去代... 個人的條件不一樣嘛... 所以大概會... 然後會... 會分... 那個... 叫做... 就是... 頭期款啦... 本來保證... 然後頭期款... 到交屋的時候... 剩下的就是... 你去銀行貸款... 那到時... 你交屋的時候... 你... 欸... 貸款以外的部分... 再給你們... 要...要給我們... 主長這樣... 我請教一下啦... 就是... 呃... 目前最便宜的齁... 總價是多少錢... 230... 230... 呃... 如果我貸個... 7成啦... 7成... 7成... 是不是要繳75萬給你... 7... 7... 這... 75萬... 對... 7幾萬... 69萬啦... 對... 69萬給你們... 那... 一般他已經是低收入... 他還要一次性拿出69萬來... 你覺得可能性高嗎? 這... 這是該嚴重的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 我要有69萬... 我就不會低收入戶了嘛... 齁... 所以... 這個... 幸福住宅... 對... 這... 這個齁...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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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 我是... 起多少... 賣你多少... 謝謝 市長我... 做一個小小ending啊... 就麻煩... 那個... 財經處一定幫忙齁... 看能不能帶到九成以上... 政府出來帶... 那個... 做保證... 沒有... 這錢拿不出來... 我最簡單說明啦... 幸福住宅... 它不是一個... 社福措施... 嗯... 它不是... 補助的措施... 那... 可是你給它限定條件啦... 沒有... 你低收... 它... 我們... 它... 我們...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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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不是一個... 社福措施... 我們只是... 在整個住宅政策裡面的一環... 讓... 中間收入戶的人... 可以買房子... 下半場再登記好了啦... 它不是照顧最低層的... 低收入戶... 所以這部分要... 把... 社會政... 把住宅政策... 把它講清楚... 所以它不是這對... 低收入戶... 我們... 還有時間來討論... 好... 謝謝... 好... 我們... 接下來請... 林三天... 林議員... 請打... 時間十分鐘... 謝謝... 大家主席... 蔡真主啊... 蔡真主啊... 來...請客一下... 我請教你... 貴田... 帮賓那個... 停車場... 我在鎮七路那一條... 我鎮七路那一條... 那個... 租給貴田... 換店... 對... 一年多少租金... 一年的租金... 我應該是... 四十來萬... 十幾萬... 四十幾萬... 四十幾萬... 一年就對了啦... 一年就對了... 還是幾年... 我們... 當初... 標出的那個... 年限是... 三加二... 三年到六年... 一年也沒有到... 四十幾萬... 我當時有... 有啦... 有啦... 找一下那個... 你記得... 那個... 所有局長... 你請取笑好不好... 根據你了解... 那個... 是不是有在營利的一個... 停車場... 堅固你的了解... 你知道就講... 不知道就不要講... 好... 不知道齁... 來...你先站在那邊... 那個... 杜吉科長... 貴田... 旁邊的那些土地... 是我們在... 運金地圖裡面... 八成的雷菜... 很需要... 在停車場... 但是這個... 恩婦... 恩婦... 你知道嗎... 藏那個... 在這裡... 什麼... 專案報告... 兩點多... 那個... 那個... 黑白鑽... 把台東共的土地... 做財団... 根據你了解... 他有沒有在營利... 沒有...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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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嗎... 相當確定... 如果有在營利呢... 有在... 有在... 我們要... 貴田酒店這樣的行為... 有沒有逃落稅... 如果有營利呢... 那算不算逃落稅... 來... 社會局長... 我們針對他土地的利用... 有客地假稅... 這是... 不是啦... 我是說他如果有在營利... 但是他沒有繳稅... 有沒有算逃落稅... 他... 營業的那個... 營業稅跟... 營利事業所得稅... 是國稅局的主要業務... 這一部分... 跟你說明一下... 好啦... 你如果要打... 明虎湯... 你就盡量打啦... 因為現在... 我希望這條... 你回去跟中央市的處長講... 那個... 英廣... 你把他秀出來一下... 全台灣最多的停車場... 就是在我們貴田... 來... 看好... 有沒有看到... 貴田酒店... 那個... 包吟這部... 可以說明一下嗎... 基本上在104年3月3號... 我們已經有新聞... 有新聞... 請他們做這個... 表示他有在社會嘛... 沒有...那是... 他當時... 他當時怎樣... 你要替他負航啊... 黃建提叫你來把他負航啊... 有...有營業... 就... 就改善嘛... 就這樣子而已嘛... 你請坐啦... 我們沒有負航... 你請坐啦... 謝謝... 我跟台東人報告... 黃建廷跟我們台東的黃金庭庭... 想說做過過程... 結果過過程啦... 把這個土地... 對外營業... 一天四千八... 停車... 聽好... 台東人聽好... 這不是在... 這什麼... 啊... 問題我們的稅務機長... 他說... 他不知道...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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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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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們的... 政務處長... 革空喊話... 希望這個調查一下... 也順便... 讓我們... 都記科長... 如果有機會跟我們的... 政務處長... 聊天的時候... 就跟他報告一下... 說... 林餐廳講的... 林餐廳的小軍庫... 非常的髒... 齁... 齁... 你怎麼說... 三天這麼說的... 市長... 過去... 我們的政務處長... 以後... 東基組的... 羅組長... 就有破裂... 台東這些議員... 撒到村草不留... 就是... 現在... 我們的政務處長... 我們也期待... 他回到台東這些事情... 做事情... 讓台東人有一個期待... 剛才... 我在講那個... 違法違私... 在... 保護區... 的一個開發案子... 來... 那個英公... 再拜託一下... 來...那個處長... 照理講... 你們已經... 新聞叫他庭康... 那個... 英公... 拜託一下... 剛才那個... 政務... 紀念... 你已經叫他庭康... 但是他確實在... 還在一直思作... 你... 應有作為... 你是一個... 有作為的處長... 我希望... 你要做一個... 再公平的事情... 在我們台東... 在市場的... 過程的空間... 我們現在... 一直在講... 兩個離島的珍珠... 我也希望... 你當過... 農業處長... 你知道... 這個... 立島跟萊宜的... 兩個港口... 現在... 你為什麼... 不回歸到... 給他們... 建過一個... 鄉... 鄉... 港口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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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 能夠... 增額在那邊... 施作嗎... 我們在台北... 到現在... 目前... 到立島... 你去... 你過去... 國際... 國際科院科長... 站起來好不好...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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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的國際... 你是在... 你... 想到... 那個... 出長... 那... 剛才那個... 塗案子把他秀出來... 拜託一下... 出長... 你說... 三個月嘛... 那個... 剛才那個... 維持開發的一個... 斬破地的一個... 保護區... 為什麼你新聞給他... 請他停工... 他為什麼不停工... 欸... 林姨... 抱歉啦... 這件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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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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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 啊... 啊... 就是說... 我是希望... 你... 你... 把他恢復... 你要求... 環保局... 林務科... 水利科... 共同去會看... 馬上給他制止... 請他先...請他先行... 停工... 你給他看... 來...再來... 再換一張圖片... 來...再換一下... 拜託...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好... 謝謝... 處長... 這種... 的... 生態... 我們今天... 力道不能... 有辦法得到... 真正的永續... 雖然那裡不是我們的顯西... 但是我們... 每一個人... 台東人... 都愛護這兩個... 離島... 那個... 杜西科... 科長... 你知道目前... 南乙有一個會館... 在... 仁武街... 他們... 有很多的進出... 都是不方便的... 那你們... 在建設處... 如果... 喜可的話... 建議相關的... 航運公司... 給我們的... 南乙跟... 地島的... 兩個... 運輸的... 費用... 看能不能... 那些物資太大了... 一些... 空間水... 這一罐... 一罐... 一罐... 你知道嗎... 在座游水... 知道... 再來你的... 這個... 空間水平... 賣多少... 幾十... 三十... 哦... 大罐... 五十... 那在做... 库長...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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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田... 我不反對他... 我不反對... 商人... 但是他又... 取得到一個... 台東人民的一個... 信任... 信任原則... 把它建議起來... 七十... 你要做什麼... 你要回歸給台東什麼... 你要講清楚... 米勒... 米勒...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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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叫... 社會住宅... 千七億的人... 付了定金的... 目前有多少人... 付定金了... 社會住宅... 是啊... 你們現在... 幸福國宅... 要... 要... 你... 東北國宅... 新山國宅... 寶山國宅... 等等四大國宅的基金... 流向你要說明... 要做一個... 測試給我們... 你有做了嗎... 國宅基金... 到底流向何處... 幾千萬... 三四千萬耶... 台東幸福就是白爛... 人民... 人民買了國宅... 成立一個國宅基金... 結果基金流向不明... 這邊要... 對人民的... 等待... 你現在要改善嗎... 現在要嗎... 主長要改善嗎... 這個... 這個房間是不是... 我了解一下... 我... 查... 查過這個國宅基金... 四大國宅基金... 到底跑去哪裡... 流向跑去哪裡... 就好像我們... 胡阿魯的回饋金... 一千多萬... 不見了... 台東就是這樣... 沒人要說真的... 留給台東人... 有無限的遺憾啦... 那目前... 在整個經濟蕭條... 一中的市場... 台東人嘗到苦果... 當年我在大會之間... 提醒大家... 不要把一中市場... 作為一個賭注... 結果今天... 一中市場... 確實是一個毒藥... 有很多的飯店業者... 我希望... 各位能夠... 集市廣益... 把國內的國理... 把它建構一個... 高單位... 高品質... 把它的一個環境... 優勢的環境... 把它建構起來... 台東才有希望... 不用怕... 一中市場... 這個是一個過程而已... 我們把建立到一個... 好的一個... 良善的一個... 城市... 包括它的... 觀光的一個... 良善環境... 人家一定會來台東... 因為這裡... 保有的好山好水... 是上帝給我們的... 我不希望說... 因為個人... 營利營私... 破壞了整個環境... 這是... 我希望... 社會住宅... 就如同你講的... 任何的企業... 要拿到議會來... 訂定一個... 公民的立約... 好不好... 幫我們私底下的立約... 因為裡面... 有牽動到一個... 違約法則... 包括... 如果... 沒有辦法入期... 交約的違約金... 一定要把它列入進去... 好不好... 可不可以... 等一下... 我們... 接下來請... 林崇漢... 林議員... 審討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大家早安... 早... 請建設處長... 跟負責那個... 幸福國宅的... 科長... 是哪一位... 好... 處長... 科長... 剛才宏議員... 都對幸福國宅... 都有很多的意見... 你們是遞幸福的名詞... 但是... 最近有很多... 有關原住民... 有關... 當天去這個... 登記的... 都跟本席... 陳情... 是... 這個幸福對他們講... 他們定義到底是什麼... 憲政府做了這樣... 好一個決策... 但是... 很多的選民... 很多的縣民... 都來跟本席... 白印... 在這個決定... 決策的過程中... 還有房子的購買... 合約... 處處都是問題... 處長... 你解釋一下... 你說明一下... 到底現在... 的... 條件... 申購的條件... 有哪四大項的條件... 這個是當時... 我們要開始... 開門登記的時候... 簡單的... 敘述嘛... 大概就是... 就是年滿二十歲... 在... 在線內記住滿六個月以上... 對... 然後就是... 欸... 大概有... 第二個是... 有配偶者... 然後就是... 跟直系親屬... 同住的... 還有雙親死亡的... 或者是單身... 超過四十歲的... 沒有謀生能力的兄弟姊妹嘛... 對不對... 對對... 大概這個是... 四項之一啦... 是... 而且... 申請者... 規定本人配偶跟戶籍裡面... 對... 他所持有的土地... 不得... 不得超過一千萬... 因為... 財經... 因為... 財經處... 說這個案子準備的時候... 我們有先跟銀行來... 拜訪過銀行... 也先做相關的詢問... 好... 那大概呢... 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放鬆貸款的規定... 呃... 跟... 呃... 跟... 呃... 有沒有放鬆貸款的規定啊... 提高貸款的陳述啊... 貸款的優惠利率啊... 這應該都是吧...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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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目前... 在...呃... 我們國家政策裡面... 本來對手持購物... 或是... 清廉購物之類... 他有一些貸款的... 專案的利率... 他本身就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 買房子的... 那些利率... 他當然可以... 以這個部分來進行貸款... 那第二個部分... 如果不適用... 這一些貸款... 優惠的人員的部分... 縣府會... 會... 呃... 主動跟他們... 推出來的... 代表... 來跟銀行進行協商... 當然... 我現在... 很實際的用意是... 你既然推出了這個住宅... 那你貸款... 你就必須代表縣民... 去... 是不是... 爭取一些... 跟楊爭取一些... 放鬆的規定嘛... 剛剛我講的... 當然... 這部分... 是我們的... 我們的期待... 我們也會這樣做嘛... 所以我們會希望... 你現在不能期待啊... 因為買房子...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買房子的話... 可是... 銀行是做生意的啊... 對他來講... 也必須有利可圖嘛... 沒有人會做... 賠本的生意... 因為現在他的... 他的存... 他的存款的成本... 沒錯... 就像你講的我認同...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做這個... 幸福住宅的... 這個政策的時候... 事實上... 你就要請銀行來說明啦... 當天就有很多的選民... 來跟我講... 謝民跟我說... 你們他們的... 貸款的利率... 一樣以... 就是... 他如果... 是用... 優惠的部分... 當然使用優惠... 那沒有優惠的部分... 我們會... 專案來跟銀行談嘛... 那因為不是每個... 我今天... 沒有辦法... 代表所有的... 300家... 直接來跟銀行談... 是因為不是每個人... 都有需求... 或是他們... 有自己... 有自己往來的銀行... 這部分... 沒有辦法強制... 這個部分... 兩位處長... 這個部分... 是不是... 有關貸款的陳述... 放鬆貸款的年限... 因為... 青年首次勾貸款... 本來就是政府的政策嘛... 那... 本席的意思是說... 是否... 在購買這個... 房屋的時候... 有跟銀行... 再去... 爭取一些... 因為你... 你的... 底定的四項條件... 已經... 已經是非常的... 很明顯了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是不是把這個標準... 再放低一點... 對不對... 再來... 處長你請坐... 那... 呃... 這邊還有人跟我講... 呃... 處長是不是... 每一個人要準備... 50到100萬的現金啊... 呃... 林委員... 我順便再說明一下... 我們是... 上個禮拜... 先... 禮拜六... 在上上禮拜六... 我們... 有先通知這... 分兩場... 早... 欸... 早上跟下午... 開說明會喔... 說明會大概現在... 民眾... 煩惱的就是... 貸... 貸款的陳述... 跟自備款的部分... 是啊... 欸... 所以這樣... 到了... 你先加拿50萬到100萬的現金出來... 這個... 這個... 民眾他就會覺得說... 欸... 而且喔... 而且喔... 處長... 當天喔... 我不知道是哪一場說明會啦... 很多... 縣民跟我說喔... 他們非常非常的不喜歡... 我們處裡面的態度喔...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人講的啦... 這個... 這個如果當場有聽到的話... 我一定... 很實力要去追究這個人說的喔... 你既然這個是幸福的住宅... 你怎麼會跟縣民講說... 我們縣府不是在辦救濟活動... 欸... 如果你們的保證金跟頭期款拿不出來... 趕快找好朋友借... 喔... 哇... 這個我一聽起來... 一點都不幸福的感覺啊... 我不知道... 我不追究是哪一個人講的啦... 喔... 但是我這邊有資料是誰說的啦... 但是... 在那個場合... 在那個... 幸福住宅場合場的... 來這邊都是希望政府能夠幫上他們忙... 或者他們很期待... 買到這個幸福住宅... 結果你們跟他講說... 欸... 你們條件說不能超過五十五萬... 然後... 但是你們現在去找五十萬到一百萬... 你先找五十萬到一百萬就算了... 你還跟他講說... 你可以跟好朋友借... 啊... 這個... 我們這個... 這... 幸福的美意喔... 有點折扣了啦... 那你看... 我在... 我在... 詢問喔... 市長你知道這個行情齁... 跟外界購物...購買房子齁齁... 跟一般的這樣... 就像... 假設就像你們這樣蓋的時候那個... 房子購買... 貸款的層數大概是多少... 大概... 七... 七到八成... 因為貸款的層數齁... 跟你... 你... 個人的信用... 銀行的信用... 那個... 狀態有關係啦... 嗯... 我跟你說齁... 是... 我還有... 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是吧... 這邊有一個... 人家傳給我的齁... 是... 待會我去查證... 大概也是這樣... 你聽聽看啦...好不好齁... 好... 我們比較一下啦... 幸福住宅... 一坪的均價... 大概要11.13萬... 差不多吧... 差不多... 齁... 而且是地坪... 19坪以下喔... 是吧... 應該... 我現在的... 都是19坪以下啦... 還是... 還有很多嘛... 幾乎基本的是19坪嘛... 是嗎... 你不清楚啊... 你房子現在大概幾坪... 我們是20... 差不多20... 差不多20嘛...對不對... 20...25...20... 一坪均價是11.13萬... 地... 還是政府出的喔... 齁... 然後... 政府賣的... 政府賣齁... 政府賣的... 好... 我們就先跟你講說... 這個市場的比價一下嘛... 是... 沒有根據... 沒有廚具... 不知名的衛育設備... 管理費一坪60元... 我們再看相同的建案... 在石川... 地點差不多吧... 一坪均價12.66萬... 地坪34.8坪... 當然它很貴啊... 當然... 民眾是買不起的... 問題是你每坪的售價... 跟市面上的行情... 是差不了多少的... 那你如果... 坪數的坪價... 每坪的坪價... 是差不了多少... 你的貸款乘數... 你的貸款的年限... 你的還款能力的這個限制... 銀行又沒有講好... 那... 就等於是... 我們台灣現在只是... 蓋房子賣... 賣... 賣出去嘛... 所以市長您... 您解釋一下... 大概這個... 我分兩個... 兩個部分來... 來回應您議員啦... 第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土地是... 現府的... 所以我們就... 以... 以那個... 就是... 請那個... 顧價師... 土地限制多少... 我們就... 多少錢... 然後工程... 蓋的部分... 我們就... 委託建物室設計嘛... 就到時候... 發包多少錢... 就是... 建築物的成本... 就是... 發包多少錢... 跟土地... 現政府請顧價師... 顧的成本... 這樣... 以這個價錢... 去賣給民眾嘛... 所以... 在我的感覺... 這個就沒有什麼高低... 你們認為合理的嘛... 現政府... 好... 你現在300戶... 有多少戶... 定了... 我這邊好像... 有看到一個數字... 是... 300戶裡面... 好像只有182戶... 全網全屋吧... 對對對... 嘿... 大家意思嗎... 是... 那... 你們現在聽說... 這個合約書... 也還沒有準備好... 是...是... 對不對... 你... 你合約書... 還沒有準備好... 你先講保證金... 沒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那一天... 我在說明會... 好... 我時間到了啦... 你...你待會... 再跟我解釋啦... 好不好... OK... 我提出來只是要提醒你...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主持... 呃... 謝謝主持... 首先... 我要... 請告... 呃... 我們的建設廠... 齁... 市長啊... 啊... 那... 那... 日本那... 汙水... 第二季...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那個... 說明會... 來... 就是... 你... 說明一下... 我叫我們... 馬科長回應一下... 跟... 他... 他... 他現在在做細設喔... 那... 預計會是... 下個月... 就六月會辦八包... 那我們在八包前... 我們會先到地方去開說明會... 那... 第一... 現在第一... 第一標的部分... 大概是... 會在那個... 火車站附近... 大概280戶的接管... 現在... 第二季... 有建合那邊有嗎? 建合... 建合沒有... 建合... 是在第三期的範圍... 建合是在第三期的範圍... 建合就是... 就是... 鐵路車站附近... 到資本路三段... 那...那附近...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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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由我們... 第一期已經做台南地府的四環 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有課點 我這裡 拜託給我們管理政府 這裡的時間單位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為什麼 第一期的課點是什麼 很多人的正義時動作跟我說 不要緊你們所有的費水 所有的說 都直接跟你們的客水說就好了 結果現在 都 我所知道十多個月 拜託我不知道 我夾到十多個月 都現在人家 現在就牽著 肉菌啦 豬啦 刷過布那些 刷布那些 都卡到那裡 現在那些 尤其是米點 餐廳 它的油垢比較多 差不多一月兩月就卡到那裡 就卡到那裡了 所以說 現在去一個 餐廳的時候會倒崩 有沼氣 還有倒崩 鐵的崩 那崩子是綴得不平致 所以說那就是我們 康審愛 餐廳正常時 真的說我那些蟲堂 都沒有ん 沒有蟲液 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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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就是這個 這麼會搭掉這個 這是我們 其實就靠這裡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到資本去做一個宣導 因為原則上一人說的是除雨的部分 除雨是不能進污水下海道的 大概只有水份的部分可以進去 所以民眾他在處理菜渣的部分的時候 他必須先用濾網自己先濾起來 因為這個漏出來 你們口中以上看得不好 在現流處理的人跟民眾感受得很難 那位 媽媽在櫃樓 媽媽在櫃家裡 都磅磅的人家在櫃家裡 現在是店員要穿到處理 我們的東西把大堂回家裡 大堂人家裡的東西 那個火焰水大到廚房 被扁壽大起來要 這個部分經歷的時候民眾也要求要怎樣 這樣不可以補充 那為他又開始 要先了解那個專櫃的原因是怎樣 要了解 要了解 那如果政府的政令我們 你剛才說是我們在大堂 在大堂堂的公共 我們大堂堂在這裡 要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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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看到一個 很好的時候 這個大使徒自己這個主委 現在台南街要當台 要不正義 那主委我在這裡建議一項就是 你那個 包括 那個 水 那個白水 跟那個 外公的那個 我們的法文主委 那個 應該照顧在家裡有一個 陰政 法文主委 有法會 陰政 你有什麼地 什麼 東西 沒有 六月 他們這條地 可以簽台 沒有 在家裡 工庭 工庭 你要想 運作 經過 水機 那裡 在家裡 整 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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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點主委 有一個 現在 那已經第一季做事 已經知道 油店到快店 所以說 第二季開始 大ちゃん舊在那之後 請我們 我們家店 要注意 broadcast 要不然 如果 有事équ fot 可以"... 你們要注意 要開始 好 請坐 市長 你來 請坐 市長 在飛車頭 到那個 雲南要救 工廟 那盤 到現在 那久 我不可以補 好啊 那幾年就說要做了 你說這是什麼頭 蛤 鐵路邊一條路 現在還有一個 那裡有廟那裡 對 銀蘭路 銀蘭路 那現在 因為那是 我們營建署 道南隊在做 上禮拜才討論 那個污水 雨水下水道的問題 可能應該最近會發包了 前幾年會發包 如果要發包的時間 我再跟王妍妍報告一下 這條路比較關鍵 還說那裡對 銀蘭路跟市宮做要做 閉車大,我們閣市民是有配合犯嗎 有啊 前幾年也說要做 你不要問說 對啊 對啊 我們會要追蹤一下 我們那個 沒有包座員 對 就閉車道的部分 閉車道 做幾座閉車道 十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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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報告一下 它本來的道路大概是四米到五米 那 增加旁邊的排水溝是那個水利會的水浸 水利會的水浸 水浸大概是兩米到兩米半 所以以後閉車道 對 所以原來的道路 大概可能 避車道的整個寬度 可以到 大概六米到七米左右 兩台車就可以廢車了 六、七米也通過 應該也要十米 稍微閉車 比較好 因為那個牽扯到 老公如果幾十座 比較好 如果幾十座 要省就省不省 所以說可以盡量快速 是 要比較安全 這部分我們就跟 市公所那邊在 如果不設計 可以勾到 10米 盡量用10米 是 如果土地沒問題的話 我會請公所那邊 盡量以示威來設計 我也會想 如果六米 閉車 幾十座 不再閉 是 這拜託 我們這把市公所 配合一下 可以幫我們 集團一下 好 謝謝 以上請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王偉龍 王議員 謝謝各位 處長 局長 各位課長 我們 上半場的時間 就到這裡 告一段落 我們休息到 10點40 我們在 我們在準時開會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第一個 登記單位執行的一眼 吳景淮 五眼行打時間 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首先我請教建設處 裏長 太平溪整治 現在 在藍王橋上下的施工 現在是什麼價位 什麼工程 它那個是 河道整理的部分 河道整理 現在是從藍王橋 上下 那裡的中間 蘇峻 的頭 現在是在那個 太平橋 太平橋 柯科科長 澤遠齁 那天你沒有去齁 那天你沒有去齁 三月份有一個區 七八位 農民在那裡歡迎 他們是河川 在太平溪裡面 有私有土地嘛 所以有地 對 差不多七八位 九位 那今天會刊齁 有一個會刊 稍微一個共識齁 就是說 你現在 信誌的時候 欺負水流齁 有創一些條 你要施工的時候齁 他就 結婚取職嘛 我們縣政府可能結婚取職齁 然後留過 他土地齁 有可能是人需要土地 那 會刊當中齁 要 要統領建設處齁 召集 那些 那些 土地所有全人齁 要開坑 但是 到現在五月份齁 都沒有 無效無效 是你們想不贏 還是 真的說 說那裡有困難 你知道嗎 還是你們的下屬 還沒幫你揮報 柯長你知道嗎 請問議員 我現在說的是 那個 太平溪跟南溫球 馬蘭球跟空禄球 那有金 那有私有土地啊 喔 那個月間有去啊 有 我知道我也有 會坑我也有去啊 會後他有決議說 是不是 要由你們公部門齁 齁 來召集 那些私有土地 的地主齁 齁 來協商啊 因為他這裡臨進的那個 價值有太大 齁 要徵收太大 那徵收 第一點齁 你經過說 如果你要捷彎 取職 那是不是在取職當中 有這麼多水有土地的 你是不是 部分跟他徵收 喔 跟議員報告一下齁 現在目前在開封橋下面 是有一個災修工程 那議員講的應該是那個 王先生啊 那他們 他們被告的點主咧 所以當初齁 是說 要由縣政府出面齁 來召集所有地主 取一個共識 你知道嗎 如果沒辦法全民政修 我們就部分政修 那部分政修 那問題 乾脆你的河道就經過 你公共的土地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到現在這些都 還沒 還沒開社會 那個時候回來是說 針對那個王先生啊 他的土地 大概就是在我們 開封橋底下 他原本是靠著 就像議員所講的 他以前齁 他以前齁 他在民國八十年左右 他有 招一個幾十歲 你知道嗎 一分地超四十萬 一家東超四百萬 他招到幾十歲之後 現在你經過 你農民的孫行齁 你公部門一定要苦民所苦啊 齁 所以我覺得 你是不是 過後齁 我已經開一個協調會 所有地主在 地主在河道上 的經過 你要信起來齁 大支大 一定會 衝突嗎 呃 吳怡 我回應一下 嘿嘿 因為當時 會看我沒有去齁 不是很了解 他們回來有說 當時的那個 有幾個地主齁 就是沒有真實 以前在做那個 開封橋到 中華路這一段的一些地主 當以前在做提款的時候 沒有徵收啦 也延宕了十幾年 是不是會後我安排個會 來了解他們的需求 然後再看目前有什麼計畫可以先處理 當初跟你們承辦大概也達成在現場 某些的共識 就是說政府第一點如果可以全部徵收就徵收嘛 那是要靠到經費的問題嘛 現在工業區那邊的地價都很高啊 要徵收也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不能全部徵收 沒有就部分徵收 河道走過的部分 部分徵收 那真的我們沒錢耶 要走公有土地嘛 河道引導公有土地 這樣就都解決了 齁 這部分這麼廢話齁 要支持百年齁你們應該沒用啦齁 館長知道你們很沒用耶 建設的財政更加工業要做齁 不過這邊有很多問題 我來安排 齁 再安排 第二點齁 是 那個那個 綠色隧道齁 齁 那種 綠色隧道齁 齁 嗯 那種 鎮定 比較重嗎 現在綠色隧道的鎮定齁齁 齁 那就是說 就是屬於 那種 整個 馬上的鎮水都拼下去 齁 所以我們在 南方那裡都缺水齁齁 我們買了我們去火燒後,就是上面那個水路去讓農民 從那裡帶下來 那部分就在山頂的部分,拜託農業廠去把水吸進石谷排水 近年這樣放太來,它還很大水,它還喝到嗎? 是不是,我還了解農業廠那邊的處理方式 另外我們建設處的部分,就是在北南國中頭前那裡 頭前有一間廟,我們那裡有一個雨水下水道 我們會把蘇通,讓它直接可以盡量扣下去 從那裡就可以入到太平市,由南方橋出離 現在市市要來 這個部分,我們不會有 那條江山北路,是要重骨線的主要度 你如果說沒有做處理不好處理不好使,一方交通,很緊張 再來市長,我請那個,請那個 建管副科長,你請坐 上次在處理那個營建廢棄物 管理條例的時候,然後和環保局在那裡 呃,成績小組會議當中吼,沒有用地方自治條例嘛 它是用什麼,你知道嗎?用那個工作要點嘛 當天你也在吼 他說到現在都沒有處理咧 我上個禮拜吼,去到那裡,就是總元庫那邊 整個海米圈吼,都在賭營建廢棄物 吼,太多啦 所以說,當初在議會討論,上個會期有說吼 要源頭管理 源頭管理吼,就是你 你跟那個營建土石方一樣嘛 你不是要補流向,要不要? 要不要流向嘛 現在,現在那個係數定出來嘛 只是說,你有多少營建土石方,營建廢棄物 新建的大部分基本上,新建的都是營建廢棄物啦 是 補貼或是呢,比較多營建土石方嘛,感覺怎麼樣 然後你在請食照的時候 你,要他準備一個叫做,流向嘛,證明嘛 是 這你認為是是嗎? 不然整個營建廢棄物,倒到整個好山好水 山上倒,海邊倒,要管理不再管理啊 那不是這樣 是 這部分可以請你回來吼 跟環保局那邊,橫向聯繫還是開個會 吼,不然你現在,你要管理 你的想法呢 當初在食料會的時候,我們協議員也在那裡 你說橫向聯繫沒問題,然後 執行上有問題嗎?你們說我沒有啊 沒有問題嘛 啊沒有問題,你現在,台東你要發展觀光 你的山上,海邊倒到整個都是廢棄物,營建廢物 那你如果不在管理 但是不是說,你說吼,環保局說 五百萬、五百百萬,他最早有 早有類館 那我跟他開箱的結果是說,無人換這個 你就是要,全面,你有流向證明嘛,流向處理嘛 啊所以,要控管就是,要你,電管口來控管啊 那不是這樣,你就是定義,你是營建土石方的方向嘛 你保留向嘛 那營建廢棄物你也保留向嘛 啊那就是,不會說 一些業者,不叫業者吼 在海邊山上黑白島 吼,這部你是不是車,才確定你吼,用信貼,好嗎 好 是呀 吼 再來,處長 你先猜猜 那個路邊停車吼 是 這十五天的空窗期嘛 是 市民是怎麼說,那十五天沒收費啦 對 不過你們有說這十五天吼 在那個,在那個,重新檢討一下 你再做個表,現在新的衝衝表到嘛 是 是不是這樣 是 那你做表的時候,是不是有一些,呃,市民歡迎 啊,我以前我門口 呃,以前有的假位不適當 不適當嘛吼 那十五天是不是十五天兩中 你如果,你去調查說 那個假位重新調整 不適當耶 你應該沒辦法做 那部位應該吼,只要說吼 沒關係啦,時間到了吼 我 我 定期會群吼 總之群吼,再跟你討論一下 好 吼,還要的票啊 租優惠的停車格啊 嗯 那個以前吼,都就是我們,我們頂會吼 頂會,秋風吼,所實施的啦 不過你現在這樣,變相還不行 那裡不行,不然月票還不能租停車格 然後怎麼樣,這樣是不是變相給市民,給一些錢啊 給錢啊 給錢啊 不好意思,他們的歡迎啦 齁,這個部分我們檢討一下 齁,好,謝謝 齁,謝謝大會主席 好,謝謝,吼警衛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謝協議,謝協議員 請打時間十分鐘 呃,大會主席 齁,這場的議員,還有 我們縣府的,各位主管,大家午安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監事處長齁 因為,四地位大哥山洞齁 就是,大哥的山洞就是,上一次為落石 有砸到人家的車子 也曾經砸死過一個光光過的那個 那個現在的進度到哪裡 現在在設計當中 那 金費大概一千萬 金費大概一千萬 是 你們用藍網的方法嘛 不做明隧道因為怕破壞自然景觀 嗯 那那個藍網的 你們有算到 落石如果大一點掉下來 撐得住嗎 我們藍網上去就不會再有落石啦 喔 你是 把它拚勒喔 對 拚勒這樣齁 嗯 嗯 那 預計啊齁 什麼時候可以刮包啊 動工這樣子 欸 董事長你說明一下 跟議員報告一下 欸 有關於這個案子齁 已經委託給那個設計公司在設計了 那現在這五月份大概是如果 順利的話可能大概六月中就可以發包完成 喔 好 請坐齁 那個 處長 我再想請問你一下喔 這一次中央的這個八年八千八百億啊 對 我們縣武提了很多計畫 有把立島那個 南鳥商店街 很擁擠嘛齁 我 剛上任的時候我就叫 請各位齁 如果夏天的時候齁 禮拜六禮拜天啊 我暑假的時候大家去看一下 我是夏天的時候我就不出門了 即使有 朋友齁 在港口要我去接我也不開車去接 我就叫他 叫我朋友 給他兩台摩托車騎上來 因為那個車子根本沒有辦法過 那 也都有去會堪了啦 那個時候好像是 喜樂閨當 當街處長的時候就去會堪 那那個問題齁 處長你有沒有去瞭解一下 我們有沒有提這個計畫報上去 因為 跟議員報告齁 現在就是建設處的業務有重新調整齁 這個可能是屬於工商的部分 是不是 劉處長 就是 就是我們 立島那個 南鳥商店街嘛 對我知道 然後 我們當初就是一直 從我以前在當主席的時候 就建議說 我們從 跟 跟現場 現場的這個陸體 共構意識一樣嘛 我們防潑體齁 加寬 然後做一條 環道 從 從那個立島分駐鎖到 那個 薛遠是講 做一個 路 因為拿出那個 對 對 我告訴你 是這條 這個部分大概 就現在體的 前瞻計畫的部分 都是大原則 就 像 道路的部分 多少 然後水利的部分 多少 這樣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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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不要 浪費時間 是 我知道 你就是 錢如果要來 你才要去設計 上面就是 因為 什麼 你們聽起來 兩千幾萬的東西 沒有很困難嘛 現在就是那個 當初 當初 當初我們本來是 簽一個 離島建設基金 對 離島建設 中央對口 單位是 國安會 國安會 撒就撒 問那個 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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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個 需求 因為 就是 就是我們 然後我們也在 在縣政府 找公所 跟找 八合集的來開會 最後也再報上去 報上去 就 無聲無息 沒有這樣好嗎 市長 如果不是 台北 中央不動議 你說八合集 不動議 那是什麼 大家都有那個議員 在說什麼 是不是 請館長 這幫我助長一下 好 好 我們現在 歷道 我們一個醫療大樓 對歷道的人交代 我們不要交代 這是 所有歷道的人 交通的問題 這是 立島人的痛 所以說這條 做下去 歷道的人才會有感 好嗎 好 這放在 放在列成 列入我們的 立島基礎建設的 第一優先 好嗎 是 齁 因為你說便所的 應該是便所的 董管處 就要錢 給我們 港口做 啊我們 機關對機關 你說如果 白心要來申請什麼 哪有可能 機關跟機關 他錢要來做 你們 你們相關的解套 到現在也不知道 有消息啊沒有 這個問題 不知道解決 港口那個廁所 董管處 上一次說港口要廁所 啊那個是農業處的 齁 因為那個是港府用地 港府 那沒關係 我沒辦法再問 齁 啊現在處長你這麼多 謝謝 那個 那個我們國際處 處長 處長那個 去年台風過後 齁 就在機場旁邊 就是我的服務處在機場旁邊 就我就體會很深刻了 我那個WiFi跟那個 所有網路的齁 都 斷斷續續啊齁 啊百姓一直跟 很多百姓也跟我反應 然後一直 我都請他齁 直接跟 電信機來 電信單位聯絡 啊這沒辦法解決 啊這一年了 因為 主要你到那個 網路是 為大家拍微波 我知道 但是 保台前還ok嗎 雖然講 它是比較8億齁齁齁 還是 就勉強能夠強能夠接受 我知道這ˊ onze家 八千八百億 산 但是不寄望這個海底電源 我們做的之前 我是希望說 綠島是一個國際能見度很高的地方 你們台東網路去到哪裡都免費使用 但是我們在賭我們付費的網路 我跟我們付費的錢 我付六十美的錢 我這裡 你伯母就給我招不夠 這我 我 給我招收和中華電信去交測 我拜託你就是這樣 這就是拜託你跟中華電信說一下 你叫 因為他只有一個服務人員 他只有修理電話就不會有 但是這個問題不要說八十 直接給你電信交換 你都沒辦法處理 你說 比如說你去給鳳台打倒的 不管基地台什麼的 你跟中華電信在那裡接收的問題 這邊發射過 那邊接收 給你半年 給你要一年的時間 你還沒辦法改管 啊這 這 人會怪電信交換 人會怪議員 怪我們管政府 尤其你管政府 如果在那裡說 你們在台東所有的網路 怎樣怎樣 好那個到八十是 心熱鬆的你知道嗎 那是熱鬆的 對不對 啊所以說 處長這要拜託你一下 齁 這 我平時 私底下 修理下 就跟你們聯絡 但是這個問題 沒有在這個 議會裡面說 好像 電信交換也是這樣 好像 不痛不揚 這樣 我們好像 對 我會激起 跟中華電信溝通 對啊這 不要讓歷道齁 我在那個 我在那個 十七時代一樣 路下不通 網路下不曬 有的 我回去歷道 我 我用 用我的平板 連去電視 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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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網路這個問題 有問題 齁 所以說 處長拜託你 我自己切身就有 感覺了 齁 你說機長 我連他機長的 要分享就沒辦法 大家的網路都不是說 我家裡的網路有問題 還是說我三路有問題 是整個那個 區域都這樣 齁 所以說處長 拜託你好不好 齁 謝謝 那咯 這個處長 我上面齁 有說過 我以鼓勒 齁 大家共同來打拚 齁 來代替責備 不過我去祝 我講過 齁 就是這個歷道齁 這個 廢棄土方 建築 建築廢棄物 齁 歷道真的沒有一個 處理的方式 也沒有那個專屬 我有說過嘛 我們要去幾個 這 要繼續 處理我 要繼續對中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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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請 林曹翰 林議員 謝謝 大會主席 唉 我來請教那個 建設處長 市長 市長 這個 我們那個 到污水 的排放 污水的這個處理 應該是現在目前 資本地區都OK 建設 沒有 就第二 有第二期 有第二期吧 就從資本車 這個是哪一個科的科長 負責的 哪一個科的科長 算你做 我做 我請幾道科長 算你請做 科長 那個建業裡的里長齁 跟我反應好幾次 在資本路三段 627巷跟540號的這個仰冊的 這個污水處理館 好像 一劑齁 就三個月齁 就毒水一次 那個湊氣沖天齁 有沒有跟你反應過 有 跟遠保 那個里長 他都常跟我來 那 他其實 資本路三段 我跟你講 整個資本系統 他其實現在大概就是 有大概約10戶左右 他常常會有阻塞的問題 那我們去清之後 他那個問題 其實就是 使用習慣上的問題 因為 除雨不能倒進去 下海道的部分 你大聲一點 你說除雨不能倒進 除雨不能倒進 那常常我們去清的時候 阻塞 清出來的東西 都是一些除雨菜渣 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這個東西 你會後的時候 你在跟里長講 好 請他在除雨的處理過程中 請他在跟里面宣導 但是這個 如何這個通管 這個保持污水管的暢通 是不是也麻煩你 是 那個注意一下好嗎 好 好 謝謝 請那個財經處處長 處長 在 上兩次臨時會 大會 大會也通過 讓你們 縣政府 處分這個 土地的處分案 要編更 這有關捷蒂爾的部分的地幕 那 本席也知道 在縣長 這個施政報告裡面 有一個太陽能光電的 這個 這個計畫案 對不對 是 那 你根本寫談過 那 因為這個地區 之前 你應該知道 在一兩個月前 教育處長 剛剛 準備要設置 賣了一場地 棒球 賣了一場地 但是遭到 當地的居民的抗議 那麼 從以前更早 還有所謂的 公墓的簽帳 那 現在目前 我必須要提醒 處長 因為現在 原住民的主權 意識高漲 雖然 在這個 您知道台東縣 有多少的部落 已經宣誓 傳統領域的主權嗎 這部分我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我先告訴你 大概有都蘭 達魯馬克 新元 到葛達提布 我相信 本席相信 也會有陸陸續續的 因為現在這個 執政黨的關係 那 所以他的政策關係 可能會有陸陸續續的 部落宣誓 這個自然的主權 雖然這個自然主權 目前來講 是一個概念 但是 我們根據傳統 很久以來的歷史 的發展因素 我們認為這個政府 對我們原住民 是應該要有 這個 要有補償 或者是要有 公平正義的出現 那現在你可能選的這個區域 你也知道 應該就是在那個 傳統領域裡面 這部分我們知道 那 當然 我本席相信 所有大多數的原住民 的朋友們 都是 政府 在政策上面 都是可以支持的 但是原住民主需要一個 就是你公平 你爭議的對待它 而且你的尊重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你對這個 目前太陽的觀念計畫 你的想法 你的做法 在這個議事堂裡面 你會不會想一下 是 謝謝議員 關心我們 資本健康段 胎能光電 示範局 教育專區的這個計畫 那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 初步評估 就是我們的期中報告 已經出來了 就是有關 在可行性的評估的部分 期中報告出來了 初步的表示是可行的 那我們現在分兩個部分在做 一個是土地處分 案子的部分 以後已經通過 那我們目前在做 波庸墓地使用的變更 這部分程序 另外一個部分呢 既然是可行 那我們必須把相關的計畫 來做原基法 那個保障原住民權益的 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們 從最近一開始 那都要約地方人士的時間 那開始來進行拜訪 跟他們做計畫的說明和溝通 那在我們會在完成 所謂部落的會議 或部落協調以後 我們才會來進行 所謂的招商的一個工作 因為有一些部落的要求 需要放到我們合約的 招商的合約裡面 那這部分我們會先 下去收緊意見 然後做說明以後 我們才會來進行後續 招商的事宜 讓整個的後續的招商 包含建制的部分 會比較順利 所以你的想法是說 現在目前跟部落的協商 才剛剛開始 對 將來你要把協商的過程 跟具體的結果 要放在可能跟縣府的合約裡面 放在縣府合約裡面 就是說縣政府 不管是用任何正式公文書 或有一些必須放到 我們縣政府跟廠商的合約裡面 來執行 我想這樣對於部落 是比較有保障的 好 那算 簡單講 我們說 當然 本席不希望 我們縣府先射箭再畫靶的 又出現了 尤其是在傳統領域裡面的 各項的政府的施行事案裡面 案子裡面 那您這邊所講的 是不是就可以保證說 假設 如果在還沒有取得 所有部落的認同 或者是條件 或者是回應 你們是不會隨便的動工或計畫 或者是不是這樣 目前為止 我們財經處的做法 就是 我們必須去跟部落 完成相關的說明和程序以後 才可能來進行後續的程序 那勝貨我們 再蒐集部落意見 因為我們現在 當然這中間變數很多 不過 我想 有基於前面教育處 那個案子的經驗 我想 對廠商來講 他們要參加這案子 他們對於這個部分也是有 他們也會有想法 那我們也要解除他們的餘力 他們才可能來投資 你現在態度就不像教育處那個時候 當時是這樣 就前面講的 可能跟後面講的 對族人來講 可能又不一樣 跟葉原報告 我所有的東西 都會用正式的公文書來回覆 讓所有的 我們訪談過的人員 以及開會所有的承諾事項 包含如果是我承諾的 我們一定會 就是說我們收完 收集完部落意見以後 我們一定會完成府內的 簽合的程序以後 正式的公文書 告訴我們 所有訪談過的人 或我們開過的會議 所以那些都是會 有案可查 絕對不會是 反覆的 那我們也希望 議員還有地方人士 可以協助我們來完成這件事情 好 那除了 本席今天 發言的時間 跟你這個 是5月11號 早上11點8分 你一定要記住 你跟本席所講過的話 我們很樂意看到雙里的局面 但是我們絕對不願意看到 縣府在做這個決策 比較有出燥的過程 本席也希望你一定要經過部落的族人 具體的回應跟同意之後 你才能夠後續的規劃 這樣好嗎 我們會完成相關的程序以後 才有可能的 因為對廠商來講 一個幾十億 相信百億的投資 他們也不會隨便來做這樣的冒險 我想對縣府廠商 當然 所有地方人士都會很謹慎的來處理這件事情 當然你如果跟廠商講好的話 每天那個挖土機都在前面 你也不能動工啊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具體的承諾 他也會有這樣的憂慮啊 OK 那我處長我就聽你的承諾啦好不好 我們會先來做 謝謝處長 謝謝大陸主席 好 謝謝林崇漢林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洪中凱洪議員 謝謝大陸主席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盧處長 謝謝大陸主席 市長 今天 我跟學長都很有默契啦 問的問題是一樣的 我也是要來問這個 資本師弟的太陽能發電這個案子 你剛說已經評估完畢了嗎 我講的是說 資本健康段 我們劃定在220幾公頃的區域裡面 適不適合做太陽光電 我們現在在做其中報告的一個審查 那出不出來結果是認為它可行 可是它有一部分區域是會劃出來 它不是全區都適合 那先撇開剛剛講的這個原住民的 傳統領域的部分 那你預計要私座的範圍 包括範圍包括現在現有的濕地嗎 在我們初步的評估報告裡面是不含 不包含濕地 就是說我們在整個區域220幾公頃 但是這屬於集水區 就是說那個部分 就是一眼所指示 原則上我們不會放在私座的範圍 不過因為那個範圍 不管是40公頃或50公頃 它也需要管理 那目前現府我的想法是 我們委託給廠商做太陽冷光電的同時 這個區域它也要來進行管理 因為所謂濕地或激水區沒有管理 它一樣是會障亂的 所以我們會把這一部分的規則給廠商 就是如果這個案子可成 他們在這個做太陽冷光電的同時 他也必須來照顧這附近的區域 包含那附近的乾淨維護 然後注意到當地的生態發展 市長我請教一下 這個評估報告預計什麼時候會出來 評估報告預計什麼時候會出爐 評估報告 我想大概差不多在兩三個月 我們就會完成 再兩三個月 我希望第一時間 可以讓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你們預計要施作的範圍 在什麼地方 我跟您一眼報告一下 就是說 縣政府畫出來不做的區域 一定不會做 但是做太陽冷光電這件事情 是很專業的 那至於他應該怎麼樣施設 因為他選擇的材質不同 他施設的區域會不同 但是他絕對不會去施作到縣政府 荒起來不做的部分 我要說的是 我們其實還有 這個案子 點子是不錯 但是地點非常不好 我要講的是 這個最近 黃野保護協會 也很努力的 在做附近的一個調查 其實不是只有包括濕地 連同即便過了這個省道 再往上面走的地方 都是生態非常豐富的地區 我們期望未來 這個地方能夠變成一個 一個濕地公園 它的涵蓋的範圍 連同附近的卡達迪布部落 這樣整個原住民的文化 做一個結合 跟你的報告 那個區域 就是我們規劃220幾 包含過了神道鐵段 總共280幾公頃的區域 目前我們看到 當然他的生態很豐富 我們這一步我們都不否認 可是他的管理是問題 兩三百公頃 包含要整個區域 你講得很好 那部分障亂 沒有人處理 管理是一個問題 但長久以來 我們並沒有很正視這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要管理有很多種方法 我如果宣示 我先把它變成現立的濕地公園 怎麼不能管你呢 但你們現在的方向是 我要朝向開吧 那去砍草 維護垃圾那些東西 那個整個區域是空曠的欸 那民眾 他會 整個區域 他是一個開放的區域 那大家都可以進去 那包含裡面的垃圾問題 包含他的砍草 我們不講其他 砍草就是 就是把他那區域都整理 那一定會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他是一個濕地公園的話 我們不需要整屁 都把他砍草 砍草 那他就沒有生態 那我們如果不砍的話 那裡面如果 呃 我們知道現在很多 放生啊什麼之類 都在那裡面 那裡面的生態 那是因為我們長久以來 都沒有去宣示這件事情 我提供一個方向 因為 現在台東縣政府在做的東西 很多人覺得沒有信心 我就舉 剛剛崇海議員講的那個 那個 檢疫棒球場的這件事情 整個過程 處都你有參與 呃 對不起我沒有參與 應該是你們的副處長參與的 我找一個 我找一個有參與開會的啦 主計處長 處長我請教你 當初這個會議你有去開嗎 呃 部分 內部的會議 部分 因為有時候會涉及到 部分跟我們相關 那你就你知道的一開始 這個 檢疫棒球場設定 是要做什麼 放球場 要給誰 誰來 誰來要這個地方 誰來要這個地方 誰人要要這個球場 你敢知道 我 因為我們 你是不好意思講還是真的不知道 我們沒有那麼清楚 原來的規劃 因為我們其實 有參與的部分 大概會是在 經費的這個籌措跟所謂的行政上面 必須要辦你的部分 我直接講開啦 本來這是在上一個定期會的時候我就要講 這個你們內部流出來的資料 在 105年3月3號 早上10點 在副縣長市開了一個會議 地震處呢 提供了非常非常完整的內容 幕僚嘛 就是提供意見給長官嘛 做這個東西會出問題啦 地震處提了四個意見 第一個是用地呢 粗估1.2公頃 呃 如果用地超過2公頃的話 需要做這個開發計畫的許可 還有呢 這個雖然資本綜合遊樂區的一個計畫 雖然失效 但是目前還沒有廢止嘛 所以必須報請中央區域計畫委員會 廢止之後再重新開發計畫才可以程序辦理 第三個部分呢 這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所以呢 依照原居法21條 必須徵得這個部落的同意 這個他都有提這個意見 第四個 這個計畫的用地有多項問題還沒有釐清 所以呢 要合法 做這個地方的話 曠日費時 希望呢 縣政府 就是給長官意見說 可以喔 這個在這個爭議還有 還沒有釐清之前呢 找別個地方來辦 提供的意見 副縣長怎麼回答 你還記得嗎 你有在這個會議上 對不起 因為我 因為是去年的案件 因為參與可能一個部分 我其實沒有 他說我 簡單講啦 大家 當然 長官就是要做嘛 旁邊的幕僚 就是有一些 這個 比較狗腿的 就是要做 你還在那提這個意見幹什麼呢 對不對 副縣長說 原住民族 基本法呢 提到的土地開發 這個意見呢 他認為喔 原住民傳統活動 不要足高牆啊 喔 球場做了 他們也可以來打球啊 應該沒有抗爭的問題 結果呢 那時候我也提供意見了 內部資料 所以現在縣政府要做什麼東西 我們搞不清楚你們內部開會 未來會做向什麼方向 喔 那個 主機師師長請坐 我想我們 財經處提升案子 不會這樣子啦 我們的東西是很清楚的啦 不是很清楚的啦 不會 反正就是 設定這樣的目的 然後來 我現在就先做一個預告 喔 同樣的問題我做一個預告 對不對 接下來環保團體要抗議 接下來原住民部落 卡達底部部落要抗議 我們已經在進行部落的協商 我想大概也不用抗議 他們如果不同意 或是他們要同意 我們會在正式的市的管道 來進行溝通 我想大概 那至於說環保團體 他們要抗議的是什麼 基本上我還不知道 市長我是這樣講啦 就是說 您的想法是這樣 你說先做評估之後 我們才來溝通嘛 對 那你的評估 花了多少費用 我們評估的部分 包含用地變更的部分 我們是900 900多萬啊 萬不宜溝通不成 900多萬別開 我們跟兩段 一段是評估可行性 另外一段是用地的變更 用地變更 如果前面這一段 不可行 或到後面不能做 用地變更就不必做啦 當然就沒有 還是要花滾百萬 我記得就好了 我想所有的計畫 一個幾十億 甚至幾 像上百億的計畫 我想做一些 投資是必要的啦 教育處 我要說一個 教育處 我從第一次 這個總質詢就開始講 華元國小 當初呢 這個廢校之後呢 要把這個校弟 交給台中的某一個 那個醫院 來這邊做養護中心 結果最後呢 那個莫名其妙的 把那一棟建築物給打掉了 打掉 花了多少錢去打掉那個建築物 結果打掉完之後呢 發現那個是 那個是土石流潛市區 不會做錢啊 啊 這 為先 為先 為先評估過先做 是預設立場 為了 要讓這個校圈 沒關係 結果這個課長最後被 縣長弄到藍宇去當校長 現在又回來 這 這過程喔 真的 真的要每條客人說 真的說不完 所以我們必須很謹慎 來做事前的評估 因為包含 廠商的投資是這麼大金額的 對現任務發展來講 也很重要嘛 所以我們 必須 在前置作業上 必須更謹慎嘛 這部分也謝謝議員 給我們的提醒 是 我還是期望這樣啦 我們施政方向是根據人民的需求 人民希望的一個方向 這個未來 共同的想像是什麼 這才是我們施政方向 那我相信 當然這個點子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這個點子是不錯啦 但是真的是用地 地方比較不好啦 是不是可以換一個地方做 對於資本失地 大部分的看法 認同它是一個重要的失地 我們能夠保育它 他都還不是失地啊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認真去面對這個問題 不是 管政府 管政府對所有的程序 都會認真去考慮 之前這麼多人 國際的來這裡 桑苗的人 那個主席後面 是不是沒有人 好 繼續講 後面 這個後面 欸 欸 上一次呢 有多少國際的賞鳥客來到台東 啊 管長也說 欸這是意外的觀光彩啊 對不對 那就國際的認定喔 我們的這個太平溪口 這個 這個 資本失地喔 是非常重要的 鳥類生態的環境 啊 我們縣政府 縣長有沒有很care這一點 有沒有很重視這一點 我想縣政府對於生態的 生態保育的部分也是相當重視的啊 也是我們重視的一環啊 絕對不會只有 沒有啦 我看不出來欸 因為就像你剛剛說的啊 我們從來沒有去管理它啊 但縣政府好像都Q彈的啊 不只是 就不要喊草 就垃圾就好了 但垃圾就是一個大問題啊 啊 所以你因為你軟口 你沒有關折嘛 你如果有關折 你把它撒起來 關折也是那些人啊 那幾個那麼多 對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 公 公共的事物本來就是可以討論的啦 那怎麼樣讓那個地方 是最適合 那個區域的發展 放了 三十幾元在那裡 那 如果我們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突破 我想 對於地方或縣民來講 我覺得都是可以討論的 想像啦 你想像 這個 那議員 您的看法我們尊重 很多事情 我們 對 政府機構來講 我們一定會依法辦事 那對於 生態的保育 我想這是大家 普世的概念 大家都非常贊成啊 我在這邊提出我們民進黨齁 下一任縣長候選人齁 我們的政見裡面就提 我們希望未來這個地方 能夠變成一個 一個失地公園 不過我要提醒你 但是 如果存檔的時間啊 檔的時間啊 檔的時間的話 這十個時間 福利的過 哇 你想像啦齁 如果要真的要做 私地 那我想對 維護費用 一個兩三百公尺的地方的維護 我想他的費用 沒關係 這我會來想辦法 但是你要想像啊 就是說 你的idea是說 我們把私地那個範圍排除嘛 旁邊做光電廠嘛 你怎麼擔心 你怎麼擔心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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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想像嗎 在一個私地的周圍 旁邊都是亮晶晶的 那個部分齁 我們有問過 就是說 請他們在評估的時候 一併列入考慮 就是說這個部分會不會影響到 不然那邊也是航道嘛 對飛航 或對私地的影響是什麼 也都必須一併做考量嘛 好 那希望你也把我的意見考量進去 我代表很多人的心聲 我在這邊來提出來 我代表議員的部分我們會 那你評估報告裡面 你叫手上要下來 這個部分 要來徵詢我們的意見啦 我想 我們 因為他評估報告的部分齁 對於地方意見的部分 我們會到地方來做收集嘛 那議員的部分因為我想 我們請我們同仁把議員所發言的部分 轉給我們的 廠商來做參考 那個 處長我覺得這個idea 還是再次強調 這個點子不錯 現在我們也把 這個 國有財產局的主任齁 沈主任現在調來 當我們地政處的處長 就是為了要能夠解決 看我們能夠活化一些國有土地 國有土地這麼多 我們可以找其他國有土地來處理 私地把它保留下來 我想一個 兩三百公頃的地方 荒廢那麼久 我想可以做 不會荒廢啦 以後我們來做就不會荒廢啦 在這裡有三十年就荒廢了 不會啦 我給你掛保證 而且又是張 我們有在那附近 目前為止很多的 髒亂點在哪裡 我想 縣民或市民 大家都是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你就大焦頭到門口把它擺下 車不會比你 就不會好 現在也有大焦頭在那裡 哪有大焦頭 我進出非常方便耶 我經常在那邊進出 我之前去我看旁邊都 我開三棟半就可以開到裡面了 開到四地旁 你把那邊用開也很大 所以那個東西就是 那它繼續都不只一個 有沒有管理大家都知道 確實現在目前是沒有在管理 也有理管理啦 不會有理管理 你們政府要做的東西就一定有 那些東西要花那麼多錢 我們現在說 變了幾錢要去做那些 我在講一個民眾的感受 檢疫棒球場說要做 這個多少 這個做在資本私利這個 私利這個 聽說原本要花六百萬到八百萬 我不太清楚他要花多少 我不要說是誰要的 哪個廠商要的 這個東西做了 馬上縣政府就說有啊 六百到八百萬 最近民眾在講 說那個棒球場 縣政府 aquele 這個不要 你們資本開車苦 不要人家金風搶著鑰 把他移到金風去 再製造一種 這個那個很像 彼此之間的糾紛 你不用啦 別人想唱蜆 簡單講 要做就有六百到八百萬 啊結果人家那個足球委員會說 台東市需要踢足球的地方 踢足球的地方 只要把我這個 土地整瓶 那個鍵 劃線就可以使用了 管理庫公 沒有必要 我們沒有要推這個東西 看你要不要做而已嘛 如果縣長的兒子有在踢足球 馬上就化了 是不是 我想我們現在在談那個資本 談到很關鍵的事 沒關係 作長我還是在講 就是把我的意見 我代表很多人的意見 很多人的心聲 希望把這個考慮進去 好 謝謝 好 謝謝 洪中凱 謝謝各位 我們底下就沒有人登記 我們今天早上的會議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